嗨大家好,我是Danny,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是我的Danny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我私心很想要拍的單元 那就是我最喜歡的珠寶飾品品牌 那你們都知道說我的風格就是很多變 就是有些時候呢,我也喜歡很低調的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呢,我也很喜歡非常浮誇高調的飾品 所以今天呢,我剛好挑了三個我最喜歡的品牌 都可以符合我平常就是想要多變的心情 那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品牌呢,就是我現在耳朵上戴的這個 以及我手上戒指,就是一個台灣的品牌叫做Vintage 那Vintage這個品牌呢,它的設計就是超級無敵對我的胃 因為它使用很多就是礦石、珍珠 是那種很裸礦的那種感覺,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就是很波西米亞的感覺啦,如果你平常喜歡那種比較原始波西米亞風的話 Fintage他們家的東西真的超級超級美的 那其實Fintage的設計師Finn,跟我認識超級多年了 在他創立這個品牌之前,我們就是很好的朋友 那我的Youtube頻道第一支影片呢,就是跟他一起去外面 高雄西子灣拍外景,就是我們拍第一個形象的外景 那現在呢Finn的品牌已經5歲了吧,我認識他多久了 對好像4、5年了 然後我覺得他的設計就是變得越來越有他自己的一個味道 那早期呢,我有跟大家分享我以前收集過 我這邊有一些,然後很多被我留在高雄 我很喜歡Finn他礦石的系列,像這個就是青金石 他就是一整個原石的礦石 然後有一陣子就是非常沉迷,就是所有礦石的設計 另外呢,這一個算是我最常帶的吧 這個是一個石頭叫Hekmeyer 這個石頭他就是可以為你帶來就是比較正面的能量啦 然後我有些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然後就是那種 這只是一個很外在的東西 可是有些時候心情不好,帶起來就是那種多多少少有一些外界的安慰 所以有些時候呢,會帶這一副耳環 這副算是我在Finnage裡面,全系列我最常帶的一副 然後我也很推薦給就是,想要比較日常生活可以帶的耳環可以帶這一副 我會把,我如果找得到連結,也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要不然你們可以直接就是,你知道,截圖去問Finnage也可以 另外呢,像是他有這種非常藝術老師的系列 這是一個螺旋的耳環,然後下面也是掛珍珠 像這種我覺得也是Finn很強很強很強的作品 但是呢,我今天要特地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熱愛的系列 就是這一系列算是我覺得Finn推出這麼多產品以來 我覺得是他最出色的作品 一直在誇獎自己的朋友,可是我真的覺得他這一系列 就是真的完全就是,然後對我的胃 那他就是Anica系列 那Anica他的意思就是蛻變 就是變化多端,無常那種意思 就是你永遠無法掌握這些變化 那基本上他的設計概念就是說 就是跟生命一樣就是你這個 他是個永遠流動的一個,你知道,一個 生命是永遠流動的,所以你無法控制他 他是永遠在改變的,對 那我很不會講這些東西的 基本上他的概念是這樣子 那他的設計的過程呢 就是他先弄一鍋,就是冰水 就是放很多冰塊的冰水 然後他再去把那個銀啊 就是把它,你知道,融成液態的銀 然後他再把它倒進去那個冰水裡面 然後所有那個融銀就是碰到冰水的時候 他們就會凝固嘛 然後你把那個水倒掉之後 底下就會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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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零件 那這一顆的銀件 就是因為他就在冷卻的過程中 跟水的波紋會有一些就是,你知道 被影響,所以那一個銀件呢 就是有非常流動形狀 很有機的形狀 我覺得超級超級美的 然後就是我現在來帶的這一系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他是一個很流線的感覺 那時候FIN就是從他那一缸的銀件裡面 挑一些他覺得好看的做,好看的形狀 然後再去鑄造 然後做出你們就是可以買得到的飾品 那我現在帶的這一副我非常喜歡 他是底下還有掛一個珍珠的系列 然後他是一個,覺得像是Hoop Earring吧 這一個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另外呢我還有他的第一個 安妮卡的作品 這一個是,就是一個很大的環狀耳環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上面這個形狀 像水滴一樣的形狀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溶於水中的那一個銀件 然後他金色是K度K金 純銀度K金 然後他度的叫做Gold Vermeule 就是必須要超過2.3micron 你才可以自稱自己是Gold Vermeule 我有點忘記了,可是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基本上就是他比外面度的K金 還要度的比較厚一點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可以比較讓他維持久一點 比較不會容易就是 你知道,刮 就是輕輕刮到他就可以掉色 他顏色可以撐比較久 如果你覺得像這種的太浮誇 他有推出稍微比較小巧可愛一點的設計 他有推出比較垂墜的啊 或是更小巧一點的設計 所以你如果跟我一樣就是 內心深處有一個就是 薄熙米亞風的藝術老師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Fintage他們家的作品 但接下來這個品牌呢 其實是一個英國的設計師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他們家的風格 然後必須老實說 他們家的風格不是說以往 那種我很常去就是去挑戰的風格 這個品牌呢叫做Rigo Rose 然後他的東西呢我覺得就是那種 暗黑巴洛克又搖滾的風格 但是呢他是一個很內斂的感覺 他也有很內斂 然後也有很浮誇的東西啦 就是他大量的使用就是骷髏頭啊 或者是用蛇啊劍啊十字架啊 這些元素去做設計 可是我非常的喜歡就是 他是那種有一點很經典的設計 但是他又有一點點就是 那種黑暗落可可的那種感覺 然後現在他剛好帶了兩個戒指 以及小巧的這個耳環 都是他們家的作品 那我覺得就是講他的耳環這一副 這副基本上是我買到現在 我一個禮拜五天我都帶了這一副 我真的超級喜歡的 然後他是一個樹枝 然後最尾巴的時候 我是掛了一個水滴形狀的紅色水晶 然後如果記得沒錯應該是告實吧 那那時候我注意 我那時候以為他只是一個樹枝 可是你注意看的話 他上面其實是有一條蛇 就是纏在那個樹枝上面 就是他的第一條真的做的超級超級好的 然後再來呢 我的最愛的這個兩個戒指 一個是我覺得他是比較像是 那種很20年代的 Art Deco的那種風格 然後他是配黃色的石頭 我覺得是一個很少見的一個做法 那這一個呢也是非常好看 他是一個就是超級無敵 翠綠色的告實 然後我覺得他這個配色很少見 就是我幾乎沒有看過什麼牌子 會想要把這種顏色配在一起 然後他最特別的地方呢 是你可以看到他說他是七億個 像黑色七粒一樣的設計 然後在黑漆上面 就是黏上石頭 或者是咬上石頭 像這樣子就是下面先鋪黑漆的桌 我個人是比較少見 然後也沒有在收藏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這個就是 一種很典雅的風格 但是又帶一點就是小叛逆 就我覺得他們家的設計 很多時候看著 就會讓我覺得很有共鳴 就是一種很經典很 很經典很復古的外表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叛逆的元素在 我真的覺得他們家的食品 非常值得一看 所以你有機會的話 千萬要去逛一下Vigoros他們家的觀望 就是他們東西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特別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我買整單 好像滿2700還是快3000塊錢就可以免運 所以我一次就買了三個piece 然後也不會覺得說特別的新 就他的免運門檻沒有說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你如果跟朋友就是一人抽一件 基本上三個朋友就有辦法出貨了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有機會的話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去觀望他們家的品牌 就最近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好第三個品牌就是我現在要帶的這個超級浮誇的耳環牌 還有現在這個項鍊 那這個品牌呢我覺得好像你們比較常看我在帶 因為很多時候我為了拍影片 希望你知道稍微有一點那種浮誇點的造型的時候 我就很愛帶浮誇的耳環 所以我很多時候拍影片會喜歡帶他們家的食品 那他們家的東西真的非常非常的浮誇 但當然他又有可愛小巧像這種耳環 像這種項鍊 但是我個人就是熱賴說他們家有推出 就是真的極度浮誇的食品 那我自己剛剛好就是 然後拍影片的時候會需要 然後自己工作 就是也是我也是在一個很浮誇的品牌工作 所以他們也是可以接受就是我帶很浮誇的食品 我剛剛有講牌子嗎 就是這個品牌是淘寶品牌 叫ZEGL 你們都知道我每次淘寶開箱的時候 我一定一定都會買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他們家的東西真的太有特色了 就是你真的平常是 就是平常走在路上是找不到他們家的設計的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應該常常看到我帶 我很喜歡這個邱比特的耳環 他是一個很可愛的環狀的Hoop Earring 然後當然我現在要帶的這個 這個是我的可愛小蟲 然後呢覺得他這一副也是很有藝術老師 然後美術班老師會帶的東西 再來呢最近詢問度很高耶 就是我上次我忘記我是拍哪一個影片 我要帶這一副 就是彩虹十字架的耳環 那時候詢問度還蠻高的 也是ZEGL的 再來呢是這一副就是 極度浮誇 就很像那種西班牙的那個 Flaminco的舞者會帶的這種耳環 對 非常非常喜歡這款我覺得他就是 很有個性 然後一個簡單的T恤或是一個單寧的襯衫 我就配浮誇耳環就可以出門了 去年買的吧 對去年買的 鳳梨的耳環超可愛的 對還有鳳梨的耳環 所以我鳳梨有蟲有花啊有十字架 就是不知道 各種浮誇的東西都有 但是他們家也有很多就是基本款 所以你們不用太害怕說 你不喜歡帶浮誇耳環怎麼辦 就是他們家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基本款 不要被我嚇到了 以上就是三個我平常非常非常喜歡帶的視頻品牌 我知道我的風格就是非常瘋狂的浮誇 但是相信就是如果你也喜歡就是 就是比較基本的設計也是可以去逛逛一下 他們家的光芒也是會有符合你喜歡的東西 那也有自己本身呢 對金屬沒有任何過敏的反應 所以今天我沒有跟大家太深入的聊 就是他們的金屬材質 那如果說你是會過敏的朋友的話 建議你就是在購買之前先查清楚就是每一個飾品的材質 就是確保說你在帶的時候不會過敏 我知道ZEGL ZEGL就是很裝飾珠寶 他的飾品就是比較應該是合金吧 我猜 然後剛剛介紹的Vintage Vintage有些東西是銀 有些東西是銅 要問清楚 那我記得Rigal Rose都是純銀 所以這只是 我的記憶中 所以大家還是在買東西之前先做好 好功課 好啦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如果你想要我分享更多我的視頻收藏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好那照慣例我的Instagram 這邊隨便等你 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上面回答你們的問題 然後每天都會有限動 所以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面紅色訂閱鍵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旁邊這個泡泡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我會把我上一支影片放在這邊 以及推薦給你的影片放在這下面 所以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你還有這兩支可以看喔 好那我們下次見啦 Bye Bye